最近有热心市民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关于1842路公交车站点定名的问题 居然在时隔十年之后犯一个大错 简直是不知道相关单位是怎么想的 把1842路在九星公路沪松公路东侧的公交站点 取名为九亭公路沪松公路站 作为生活在九亭这么久的人 我就没听说过九亭公路 结果一查人家这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名 历史上九亭公路的这一段 他还真是真的曾经是取名字 取到是九亭公路 但是这个事情人家也曾经发布过公事 所以你说现在管这个事的人 他是年纪大了呢还是年纪轻了 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弄的 那这一段其实说起来这个地方 我们相信南北九亭的人 很多人都会经过过这个地方 毕竟非常的重要 这个站点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位置是在九星公路上 但是以前曾经叫九亭公路 那也是2012年以前的事情了 所以相关的松江公交公司犯了不少的错误 尤其在九亭地区 是不是因为九亭离这个松江太远了 这个相关部门在这个 对这个地方的认识 关心不够呢 对这个地方的领导 对这个地方的领导